大世界话题 今天要带您来看的是 中美之间的军备竞赛 或者应该要这样说 是中国要如何追上美国的军事实力 美国是世界警察 军容壮盛不在话下 各式各样的尖端武器 更是让世界各国对它望尘莫及 但是中国却在过去这十几年来 挤起直追 让美国非常有被威胁感 而且美国就是想了半天 想说中国怎么可能 这么快的时间 就这么完备的一个军事尖端的武器技术 都发展出来 怎么想都觉得不可能 俄罗斯也不可能全盘移转给中国 就算你们再好是妈几 现在的美国已经抓到了证据 他们直接指控 中国就是小偷 用偷的偷走了他们的军事机密 那么特别呢 让美国人恨得牙痒痒的 是美国花了大钱 花了时间研发出来的隐形战机 但是呢 却被中国给偷走了 美国说我有证据哦 因为2010年 它透过卫星 他们的卫星总是在拍 中国大陆到处拍 他说我在中国北方 拍到了一架 这个我一架我们美军的逆宗战机 隐形战机 然后呢这个机种是全世界第一个 使用隐形科技的机种 他们还在想说 为什么我们美军的隐形战机 会在你中国出现 就那么大啦啦放在一个广场上 然后没有多久 中国解放军就研发出了 他们的逆宗战斗机 歼20 因此呢美方就强烈高度肯定 中国剽窃了美国的军武技术 美国总统川普总是要把经济停滞 高失业率等国家问题 全怪在中国身上 于是川普毫不犹豫 鸣起号角声 向中国祭出贸易战 中美两国不断加码彼此的关税 从农产食品到钢铁产业 双方征税你来我往相互牵制 上火升温真的值得吗 事实上美国还有另一个目的 和这有关 这是中国解放军的重型 逆宗战斗机歼20 可以轻易摆脱敌方雷达侦测 2017年开始服役 但早在2010 美国军事分析师 透过中国北部上空拍下的卫星影像 发现这令人错愕的东西 直接大啦啦的躺在中国某工业区的空地上 这架美国F117战机来头可不小 却被直击在中国的领土上 曾参与过两次波斯万战争 F117拥有最高机密的科技 不久后拥有同样技术的歼20 刚好出炉 性能战斗力甚至可以和现金 美国主力逆宗战机F22平起平坐 国家需要它的时候 它一定能挺起药感来 歼20战机中国引以为傲 美方则怀疑相关智慧财产 已经遭到中国票窃 而且不光是逆宗技术 美国各方面的军事科技 长年以来恐怕也透过不同方式 遭到中国窃取 专家分析这回为了阻断偷技术的管道 川普才会以商业产品作为名目 启动中美贸易战 我会成为了 神经历的总裁 中国那么想尽办法 叠对叠嘛 这个军武竞赛一定是这样的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 那为什么一直要去 不要说偷好了 要去了解美国的军武技术呢 那被了解了这么多年 又为什么这个逆宗战机 让美国气到不得了呢 逆宗战机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来好好介绍一下 逆宗这个顾名思义 就是藏匿他的行踪 隐形战机 那隐形战机呢 又被称为第五代战机 为什么可以隐形嘛 对不对 我们人又不是瞎嘛 为什么看不到 它是靠着特殊的涂料 还有它机身的造型会反射 然后再加上一些电子的反制系统 让这样的飞机在雷达上就隐形了 所以呢 大家都想要研发 因为呢 我拥有隐形战机 我就拥有了制空权 那美国是最早研发出来的 它有F-22 有F-35 它独步全球 但是呢 这也是让美国非常生气的 他说我美国 我就是世界第一 那再来讲到军事力量 讲到了那个大肌肉 那应该是这个 我们的战斗民族俄罗斯 结果居然不是耶 居然是中国先把这个 隐形战机给研发出来 所以呢 美国就是咬定了这一点 你肯定偷我的嘛 不然你中国凭什么呢 然后我们看到了 中国它研发出的 歼20歼31 那么它就是仅次于美国 研发两款隐形战机了 所以大家也说 哇 这中国极起直追 非常厉害 那俄罗斯呢 俄罗斯也研发出了T50 苦苦追赶 但是呢 这个T50到现在 它是有亮相了 但是呢 都一直没有正式服役 所以呢 也让大家打一个问号说 你这到底行不行 真的隐形还是假的啊 那日本说我也有 日本也研发了 他们国产的隐形战机 叫做星神 只是呢亮相这么多年来 都还仅止于是非的阶段 2005年的科幻电影 《极战未来》 除了预言未来 无人战机将当到 更凸显隐形战机 在争夺制空权上的重要性 为球在雷达上隐形 逆宗战机 拥有独特的造型 即可呈现特殊的角度 能够有效将雷射波 反射到别的地方 再加上机身的深色涂料 能够吸收雷达波 因此难以被侦测 温世超过20年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 生产的F22猛禽战斗机 是目前全球最成熟 浮一时间也最长的 第五代战机 与前一代的最大差别 就是全方位运用了 低可侦测性的逆宗技术 而看不惯 美国老大客的作风 北京当局 也在逆宗技术上 激起直追 在2011年 美国防守博士 Roberts Gates 在北京 讨论中国的领导 上一趟 去增加防守的关系 这次在沙漠 在中国的城堡市 进行15分钟的试试 中国第五代战机殲-20 首度曝光就选在2011年 美国国防部长访华 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胡锦涛 更是笑着证实了是非的消息 被视为是给美国下军威 而时隔不到两年 2012年11月 中国又宣布了 另一款逆宗战斗机殲-31 是非成功大售军事科技肌肉 而为了弥补战力的差距 比得俄罗斯也加紧研发第五代战机T-50 主打高难度的飞行动作 T-50原型机早在2007年就建造完成 却因为研发经费软囊羞涩 2010年1月才进行首次的试飞 这者落后了美国20年 之后更被证明为苏凯武器战机 近年来在莫斯科的军武奥运 和阅兵典礼上都不缺席 加入二军的日期却是一言再言 最快2019年正式服役 恐怕已经看不到美国的车尾灯 而日本也有隐形战机梦 鸿蛮双色机身象征日本精神 日本重砸400亿日元研发 逆宗战斗机X2新神战机 2016年首度是非 除了隐形功能 更主打轻量化的机体 以现代版的零式战机自居 日美更夸口新神要超越美军F35 然而美俄中日的接连投入 更凸显了雷达密宗科技掌握者 得天下 三一星五就送不到 好 我们看到这个高端科技嘛 刚提过了要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你一定要了解你的敌人 那中国呢 一开始它没有这么高端的技术 当然是要从模仿做起 但是呢 美国也没那么好心 我飞机送给你 你模仿一下 没这种事嘛 所以它想尽办法弄到美国的逆宗战机 怎么弄呢 那就是一个非常精彩 叠对叠的间谍史 好 我们要带您来 从最早最早开始看了 美国的逆宗战机 其实很早就研发出来 然后呢 它也实际的应用在战争上 我们来看1968年 那么早哦 当时呢 这个美军就有一架F111 落到了苏联手里 据说呢 是苏联使了一些奸计 然后呢 就偷走了美国的这一架战机 那么到了1999年呢 那个时候呢 是科索沃战争 然后呢 美军有一架这个逆宗战机 F117A 它就被击落了 那击落了之后呢 剩下了一些残骸 那残骸也很重要 刚提到逆宗战机很重要 是它的涂料 还有它飞机的外形 要怎么样 可以反制雷达嘛 所以呢 中国就想尽办法哦 把那个残骸弄到手 偷走了残骸 然后呢 这个美军就质疑 就说你就是 偷走了我那个残骸 碎片你也要 然后呢 就真的研发出了 他们自己的一个 歼20的逆宗战机 然后我们看到了 后来呢 2011年 中国企业去并购了 美国一家西瑞航空 这一家是制作飞机的公司 那它为什么重要呢 其实它有一些研发的技术 那所以很多人都说了 中国企业 它要去买 这个西瑞公司 其实背后的原因 也是想要得到 美国的航空技术 再来呢 这个美国就直接讲了 它说你们那个逆宗战机 歼31 根本就长得像 我们美军的F35啊 根本就长一模一样 你就是模仿我 你就是剽窃 你就是山寨王国 但是怎么样 就是做出来 拿我如何嘛 那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这整个中国 要追上 美国它的一个进化史 好 最早最早我们看到 刚刚跟大家提到了 我去偷你的那个碎片嘛 对不对 偷回家 我好好研究嘛 还有被美国拍到的 那张卫星照片 它也不知道哪边 弄来了一架 美军的逆宗战机 然后呢 也毫不掩饰 我就把你停在 我这个中国的土地上 我就是来研究它 然后呢 在这个中国 已经开始 是有一些的进展了之后呢 它有科技的进展 它有技术的进展 所以呢 开始美军就开始质疑说 你现在不偷我飞机 但你骇客 你骇客入侵到了 我的国防军事的 这个基地的电脑 然后偷走我很多的 一些军事机密 然后呢 到现在呢 就中国有钱了 富起来了 他说我直接用买的 不止我们刚刚看到 他买了美国的 那家航空公司 其实呢 这个中国也企图去买 英国的这家航空公司 叫北方航天 这家公司的重要性在于 它其实是美军飞机 军机的供应商 它做很多军机的零组件 所以呢 中国看到了这一点 想要去买这家公司 那从此我就知道 美军你们军机的零组件 都用了哪些东西 但是呢 这个并购案 是被英国政府给挡下来了 所以呢 这整个间谍史 那么中国是如何 被美国质疑 带你们看来看 美国进贸两大财神 墙口方向一致 尽管川普一向 迂不禁远 势不休 然而他从竞选时期开始 多次指责 中国欠缺美国的科技 却不是空口无凭 中国人的J-20 攻击战争 看起来很像 每个人 都看见美国攻击战争 和砰尼 也就是其次的 J-31 所以中国人的领导 怎么能够取得这个技术 他们做了研究 搜尋自己的設計 還是會比較難過 美方頻傳質疑 殲-3E隱形戰機 根本是山寨F-35 任務兩者之間相似度極高 美國之音更曾以短片大損 中國軍隊是美國軍隊最好的學生 從史上第一架隱形戰機 F-117夜鷹戰機開始 美國就懷疑中國偷尸 俄羅斯拉斯的軍隊 都能撞到美國的F-117夜鷹 這是唯一的一刻這艘武器 曾經被撞到 這艘航空間被撞到的位置 讓它開啟砰碑的門口 俄羅斯的軍隊 在俄羅斯拉斯的軍隊 說明顯地 J-20是中國軍隊 被撞到的地方 美國媒體曾經質疑 1999年科索沃戰爭中 北京當局 曾以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 作為掩護 以親資向南斯拉夫聯盟軍 來交換當時被擊落的 F-117夜鷹戰機殘骸 更傳出美軍憤而轟炸 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 並且聲稱使意外 而美方更指控 中國竊取科技的手法 更是與時俱進 通過這樣的消除網絡 去行銷全世界 可以進入到美國的 這個這樣一個主流市場 研發 J-20戰機的中航工業 2011年宣布併供 美國小型飛機製造商 西瑞被認為圖的就是要取得 權限進入田納西州的 橡樹嶺國家實驗室 在美國國際上 在美國國際上 都會發生最強烈的研究 最重要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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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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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用併購的美國更質疑中方 有害的 早在2011年開始 美國就指控中國與俄羅斯 以駭客攻擊的方式 入侵美國國安情資 就連無人機科技也全都漏 不過武甲大廈 似乎不打算坐以待斃 這些戰力會發生 每天都會發生 每天都會發生 7天天 2017年中國長征5號火箭 搭載10件18號衛星 卻因為火箭故障最終墜海 傳出美軍軍艦積極打撈殘骸 被陸媒大酸 是為了一虧中國衛星的科技進展 而中美名著護袖 有國防肌肉暗地裡更是 與我家疊對疊 災情物質做不到